身体多不好 她都愿意为了 为了喜欢她的人 去努力去做 她的演唱会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她在舞台上面 到最后她 她走的那个 老胎这个台阶 上去说拜拜 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是最感动的一个片段 对所有歌迷 其实我现在想起那个画面 我都很感动 她是一个很讲义情 真的 有一次我求她帮我唱一首歌 叫《女人之苦》 然后我就想到 其实有谁可以 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代表 所以我就再打给她 可以帮忙唱一首歌吗 她马上就打赢 而且拍那个MV拍得很好看 那时候她带了我 草莫还有谭耀文 然后 我们每个地方都跑跑跑跑跑 就真正的巡回演唱会 还记得有一次 从那个荷兰 去德国 那个时候要坐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打开打个大巴士 然后我跟她凌晨 她坐在最后面 然后她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长母都已经灰灰入睡的那种 只要我们两个还没睡觉 然后她叫我我的东西 在这个车程当中 叫我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还记得 我说 就是怎么可以做 当一个 好像你一样 独当音乐的一个歌手 她说很难 很难每个事情都讲 每个歌手有不同的风格 但是我记得 她叫我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 你在一个演出演唱会当中 很多人的 在这个演唱会当中 每一个人都感觉 就是一秒钟 感觉你 我就是看 我对着你唱歌 你会有那种 好像你对着我唱歌 我 你就是对着我一个人唱歌 那就已经是 就是你成功的一天 那段话我觉得 我永远都会记得 因为说真的 我觉得 她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让歌迷 真正的 觉得 你是疼他们的 而且 会感受到 你唱歌的那份诚意 我永远都会记得 她对我的 那个恩 感恩的恩 恩师 除了恩师美艳芳 许志安生命中 另一个最重要的女人 非郑秀文莫说了吧 在2001年度的 十大竞歌金曲 颁奖典礼上 发表的那段厨房宣言 感人肺腑 我记得在几年前 在她的厨房那里说 我如果有一天 你拿女歌手掌 我拿男歌手掌 就很好 如今 这段感情 早已画上了句号 那么现在 郑秀文对于许志安来说 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许志安与郑秀文 究竟为何分开 和苏永康之间 又有怎样的误会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许志安与郑秀文